全球暖化再加上声音现象的影响 除了巴西 美国德州也是暴雨成灾 德州从4月开始就是天灾不断的情况 先是遭到了龙卷风侵袭 随后又因为同一个天气系统带来了暴雨 导致当地的河水暴涨 当局是紧急宣布民众要撤离 有400人是在大水中幸运获救 但是德州境内目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州属 都遭到了大水侵袭 有超过千万人是处在洪水警戒中 救难人员前来协助民众脱困 顺手救起一只鲨鱼 没想到下一秒搬轮椅时 树枝却打到它 吓得它失去平衡 斗趣小插曲淡化了撤离的紧张情绪 但灾情其实相当严峻 光是在休士顿周边社区就有400多位受困民众获救 美国德州东南部地区连日暴雨引发严重水患 数千人流离失所或被迫撤离 道路无法通行 学校和商家也纷纷关闭 2017年横扫德州的四级飓风哈维 造成至少1250亿美元的损失 折合超过4兆台币 与飓风卡催纳并列美国史上第一 德州当局认为 这波雨量可堪与哈维相比 部分地区与市甚至会持续到下周 254个郡当中有88个郡已列入灾区 大爱新闻江玉田编译